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辆汽车在该市的一个移民庇护所附近的公交站冲撞人群 导致8人丧生 至少10人受伤 5月8日涉嫌在德克萨斯州布朗斯维尔一个移民收容所附近 驾车冲撞人群的嫌犯被控犯有8项过失杀人罪 周日早上 一辆路虎撞上了在当地一家移民中心 街对面一个公共汽车站 早晨8人死亡 10人受伤 该中心是一个非营利性的无家可归者收容所 帮助边境城镇的移民安置 事后 司机被确认为34岁的乔治·阿尔瓦雷斯 有不少犯罪记录 包括先前的殴打和罪驾指控 事发时 阿尔瓦雷斯驾驶的车辆闯红灯失去控制 撞倒18人 阿尔瓦雷斯随后试图逃离现场 但被旁观民众制服 受伤者被送到当地医院接受救治 布朗斯维尔警方调查员桑多瓦尔介绍说 此事发生在5月7日早上8点30分左右 地点是一个移民收容所附近的一个公交车站 那个公交车站在一个移民庇护所的对面没有标识 移民庇护所的负责人马尔多纳多说 那里没有长凳 等待的人都坐在路边 大多数受害者是委内瑞拉男子 该庇护所是布朗斯维尔市唯一的过夜庇护所 负责收留从联邦居留设施中释放的数千个无证移民 长期以来 布朗斯维尔一直是跨越美墨边境的移民中心 同日 德州达拉斯的捷运列车上有人开枪 导致一死两伤 将手行凶后逃走 据有限电视新闻网报道 此事发生在当天下午4点30分左右 TART发言人沙特尔斯发表声明说 在一列向北行驶的绿线火车上 有两人在哈切站附近发生了争吵 后来 争吵演变为开枪 有两人中弹 其中一人是旁观者 死者是一个卷入争吵的男子 第三名受害者被弹片击中 在现场接受了治疗 没有生命危险 凶险作案后逃跑 警方展开了搜捕 目前尚不清楚他们争吵的原因是什么 CNN的报道指出 过去这个周末 德州充满了暴力 5月6日 一名男子在达拉斯北郊 艾伦的一家奥特莱斯购物中心 大开杀戒 造成9人死亡 至少7人受伤 就在刚刚过去的周六 一名枪手在达拉斯北部 一处繁忙的购物中心 开枪打死8人 至少7人受伤 该市警察局长哈维 在新闻发布会上说 枪手在德克萨斯州 艾伦名品折扣购物中心外 开始开枪后 被一名警察击毙 当局称 他们认为枪手是单独行动 其动机尚不清楚 调查人员日前透露 5月6日 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市 北郊艾伦一个奥特莱斯购物中心 枪杀8人的凶手 很可能是右翼极端分子 因为警方发现 此人曾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 与新纳粹和白人至上主义相关的帖子和图片 此人曾在至少三家安保公司工作 接受过枪支熟练度训练 据有新电视新闻网报道 德州警方已经确认 枪手是33岁男子加西亚 加西亚驾驶一辆银色轿车 抵达该购物中心 从车里出来后 并开始向人群射击 他当时身穿一件战术背心 手持一把AR15步枪和一把手枪 现场发出了30多声枪响 随后 他被碰巧在附近执法 听到枪声 立即赶过去的一名警察击毙 警方后来在加西亚的车里 发现了更多武器和弹药 CNN的报道说 加西亚死前胸前有一个 印有右翼手字母缩略词的徽章 调查人员发现 加西亚曾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 与新纳粹和白人至上主义相关的帖子和图片 德州公共安全厅的数据显示 加西亚至少在三家安保公司工作过 近年还接受了数小时的枪支熟练度培训 根据德州在线私人安全数据库的资料 2016年4月至2020年4月 加西亚获准在德州担任保安 2020年4月以后 他的执照过期 作为保安 加西亚接受过二级和三级安全培训 德州安保服务机构的副总台内森介绍说 二级培训依据的是德州的安全法 三级培训则是德州所有受雇安保人员所必须的培训 包括枪支使用熟练程度的一系列培训 根据德州公安厅的数据 2018年加西亚完成了一个6小时的枪支熟练度培训课程 TNN的报道指出 德州爱伦市奥特莱斯这起枪击案 是今年迄今为止死伤第二惨烈的大规模枪击事件 仅次于今年1月加州蒙特利公园华人舞厅11人死亡的枪击惨案 今年前5个月 美国至少发生了201起大规模枪击事件 即不包括枪手在内 至少有4人丧命的枪击事件 5月8日拜登政府宣布计划出台一项新规定 要求各航空公司在其航班被取消或严重延误时 向被迫滞留的乘客提供食宿和赔偿 在当天的记者会上 总统拜登说 我知道你们中的许多人 对从美国的航空公司获得的服务感到多么沮丧 我明白正是因为如此 我们的首要任务才是让美国航空旅客获得更好的待遇 他还说 我们知道延误 取消或预定 对旅客来说是多么令人沮丧 上一个节假日 旅客被困了好几天 不得不寻找其他方式到达目的地 许多人错过了家庭聚会 在机场度过了圣诞节 排队或打电话等候无数个小时 原因是飞行员和工作人员人手不够 这是不可接受的 虽然从那时起航班延误和取消已经减少 但仍然存在一个问题 美国航空旅客应该得到更好的待遇 这就是我们今天在这里要做的 联邦运输部长布蒂吉格当天发表声明说 当航空公司造成航班取消或延误时 乘客不应该为此买单 这项新规定是美国历史上首次要求 航空公司在其自身原因造成航班取消或严重延误的情况下 赔偿乘客并支付餐费 酒店等费用 根据联邦运输部的说法 计划中的提案旨在要求航空公司 在可控的航班取消或严重延误时 给乘客提供补偿 包括膳食 往返酒店的交通 以及重新预定另一个航班时所产生的费用等 拜登称 新规定应该会在今年晚新时候生效 据全国广播公司新闻台报道 当航空公司因机械故障等其自身问题导致航班严重延误或取消时 航空公司目前并不保证给予旅客现金补偿 他们通常会向旅客提供飞行里程补偿 旅行积分或代金券 运输部宣布 他正在试图通过拟议中的新规定 更好的保护乘客免受经济损失 并计划在制定新规定时 明确定议什么是可控的航班取消或延误 这项计划是拜登政府努力改善航空公司服务的一部分 一位白宫官员说 运输部将推出一个在线仪表盘系统 突出显示哪些航空公司目前提供现金补偿 提供旅客积分或代金券 或奖励旅客里程并支付费用等 运输部称 他相信 民意中的新规定将有助于提高各航空公司的准点率 此外 运输部披露 他已经对西南航空公司去年12月下旬取消 数千个航班仪式展开调查 目前正在确认该公司是否安排了不切实际的航班数量 根据联邦法律 这被认为是不公平和欺骗性行为 5月8日 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公布的最新调查报告显示 消费者对明年家庭开支的预期值 较上个月有了显著回落 这表明美国消费者情绪低迷 通货膨胀可能减轻 纽约联储银行新公布的4月份消费者预期调查结果显示 消费者的支出前景同比上升了5.2% 比上个月的预期值下降了半个百分点 这是2021年9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同时 消费者对明年整体通胀前景的预期值 也相应下降了0.3个百分点 受调查者预期 未来12个月 美国的通胀率约为4.4% 仍然远高于之前的2.9%的3年预期值 和2.6%的5年预期值 而且 这些预期值都高于联储会2%的通胀控制目标 尽管他们正在接近该目标 上星期 联储会宣布了自去年3月以来的连续第10次加息 使得联邦基准利率上升到了5%到5.25%的区间 是2007年8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联储会加息的同时 其官员暗示这可能是一段时间内最后的一次加息 在各类别商品的价格方面 消费者预期明年美国天然气价格将上涨5.1% 以3月份的预期值高了半个百分点 同时 他们还预测食品价格将上涨5.8% 比3月份低了0.1个百分点 关于大学费用 消费者预期明年将增加7.8% 增幅比3月份低1.1个百分点 尽管就业前景恶化 但消费者对收入增加的预期中位数仍持在3% 他们还预测一年后的失业率上升的可能性增加到41.8% 比3月份升高了1.1个百分点 5月5日出炉的最新就业报告显示 4月份美国失业率降到了3.4% 为1969年5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婴儿潮一带的许多人已经或者临近退休年龄 但是调查结果显示 他们当中超过40%的人竟然没有退休储蓄 202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 在处于工作年龄的美国人当中 只有不到一半拥有退休储蓄 虽然储蓄率会随着年龄增长而上升 但只会上升到一定程度 目前在年龄处于55岁至64岁的婴儿潮一带中 只有58%的人拥有退休账户 退休储蓄率较低 已经成为一个社会问题 根据预测 一名65岁的退休人士现在平均可以再活20年 没有退休账户的退休人士主要依靠设安金生活 退休人士每月的设安金平均约为1800美元 而65岁以上美国人的家庭平均每月花倍超过4000美元 5月8日 亿文富翁马斯克透露 推特将清除该社交媒体平台上多年无活动的账户 继续推进他收购该公司后制定的一系列政策 马斯克当天在一篇帖子中写道 我们正在清除几年来完全没有活动的账户 因此你可能看到粉丝数量下降 根据推特的政策 用户必须至少每30天登录一次账户 才可以避免被永久注销 目前尚不清楚该政策会不会影响前总统特朗普的账户 他从2021年1月8日以来就没有发过推文 那年1月6日国会大厦发生暴乱后 特朗普被禁止使用该平台 去年11月马斯克恢复了他的账户 自去年10月以440亿美元收购推特以来 马斯克对该社交媒体平台做了多项改革 他最近彻底改变了该平台的用户验证系统 取消了包括记者在内的用户验证 现在任何订阅推特Blue服务的用户都可以购买验证 由于特朗普的辩护律师没有在法官规定的最后期限之前提交任何文件 这位前总统不会在女作家卡罗尔控告他强奸的民事案件中出庭作证 在纽约逐审此案的联邦地区法官卡普兰给了特朗普法律团队最后一次机会 叫特朗普参加庭审 特朗普必须在5月7日下午5点之前决定是否为自己辩护作证 特朗普的法律团队曾坚称他不会出庭作证 尽管他上周在爱尔兰说他可能参加庭审 并声称为此会提前离开爱尔兰 特朗普不出庭作证 意味着他的辩护团队不会在此案庭审时传唤证人 卡罗尔以欧打和诽谤罪名起诉特朗普 称1990年代他在纽约一家百货公司强奸了他 特朗普否认卡罗尔的指控 声称他编造这些故事是为了卖书 卡罗尔的法律团队传唤了一些证人 其中包括他的一位老朋友 此人称卡罗尔在事情发生几分钟后给他打了电话 他敦促卡罗尔去警察局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今日美国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并订阅美国中文广播电视频道 获得更多精彩内容